好的,这节开始的时候呢,依然是啊,我们要数出九针来啊,在后备片,因为你后备片当时在这一位置没有过标记啊,数出九了针来之后呢,拿个别靠先给它别让啊,为了防止大家直缝的时候要缝错啊, 1,2,3,4,5,6,7,8,9,不要别在这个细管上啊,你看它现在细能别上,但是你到知道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这个针啊,就从这孔穿不过来了,所以必须要别在它的啊,这个管子的下边啊,别在这个位置啊,别在两针之间,好了,调整好之后,我们前面这一定是细针啊,我们把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用你这一侧的粗针啊,来继续的完成我们之前的这个尖头织缝的工作,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置啊,我让大家留了一小部分啊,怕这个线头来回来去扯,把这针扯掉了,所以 这个是一个起到保护性的一个线头啊,不用理会它,最后我们会把它收得很好的,然后你把线往前调整一下,调整好之后,方法 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啊,只是你这个线你看在后边,但是这不会影响你的所有的操作的啊 好了,我们现在要进入了啊,用的线就是之前你后背片剩下的这根线啊,看,是在这位置啊,这时候你看,这个球就不用理会它,直接从细针上面啊 进入第一针,这边也一样啊,进入第一针,进入了之后,然后给它 织出来第一针啊,织出第一针来要保持矿量,然后刚刚织过的这一针,给它退下,分别退下啊 它和它都一起退下了,一定要记住啊,你可能会说,哎呀,第一针怎么没有越过它 因为它上面没有啊,所以第一针是不一样的啊 你上面本身首先要有一针你才能越过呢,对不对 好了,现在都是啊,分别进入,进入之后呢,给它 好,弄出来,然后先给它退下吧,退下之后 后针压前针越过来 啊,每次都是这样的啊 退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退多了啊 所以,每次整理一下针尖和线的距离,成了咱们这一个环节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这是必须要做的啊 看,拨出来之后,给它弄长一点 防止你一会儿不小心掉了一针,那就是非常糟糕的,很难办的事情了啊 一定要盯住了你的这两针啊,退下来 如果觉得这一节讲的有点太生猛太快的话 可以参照上一期的课程 上一期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给大家教的啊 怕大家在这个位置出问题,所以讲的会非常的细 但是这一节因为它是相同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啊,给大家稍微的快一点来操作 因为你已经对这块很了解了 我所有的学生在这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过问题啊 都织得很好啊,作品完成的也都不错 我会经常收到学生们发来的买家秀啊 他会把他自己的这个作品啊,织完以后给我再来看 然后让我会打个分 我基本上都会每人都,只要是发来买家秀 我每个人都会回复的 而且每个人都会打分的,多鼓励一下的啊 好了,你看最后一针完成之后 我们依然是沿用了啊,之前的方法 留三厘米左右,给它剪断 剪断,然后把这个小小的线头 从我们刚刚的这个一针当中给它 看,这已经完成了啊 给它,从这让它钻过来 从过来之后呢,直接给它拉一下 看,依然是保持了足够的弹性在这一位置 我们之前说过这一部分啊 这时候你可以放心了,它这一针永远都不会跑了 你可以把别口卸下来 这一针一会儿呢,我会教给大家 如何收线头啊,它也就会跟这一起被收掉了啊 现在我们先不用理会它 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 缝合 大家看啊,在缝合之前 你看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我不小心啊,把这上面针都弄掉了 这时候啊,你看啊 我假设没掉啊,我把它穿上啊 这是掉了的啊,小朋友们,同学们啊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那个重新弄的啊 这是一个失误 但是你们不许犯啊 因为这位置你要是失误了的话 很有可能后边就很难操作了啊 好了,穿上以后别穿上就得了 一定要数一下啊,是不是我们的六针啊 1,2,3,4,5,6,好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你应该是这个状态才对 明白了吗?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啊 这一条的针尖啊,和它再做一个移针 看,给它把这六针转移过来 转移过来之后,好了,就安全了啊 安全了之后,我们会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啊 下一步呢,就是将两个内部做缝合啊 缝合之前,我们就直接 因为它现在是反面嘛 我们要直接的啊,把它的这个两部分给它 用别扣先预缝一遍 这时候你会发现别扣的作用啊 会非常非常的大 看 两部分啊,都给它这样 包括这一部分这样啊,要整齐的给它 连接在一起啊 然后扣上,这是必须扣上的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作为标记 然后就懒得扣 但是这一部分不同啊,这叫预缝 好了,下一部分呢,就是分别在我们 开始剪针这位置,还记得吗 就是腋下这位置啊,开始剪针的地方 在这儿,我们依然需要给它固定住 用不同的色彩啊,来提醒大家 看,这环节是最好玩的一环节了啊 因为你把它缝好就意味着你这件衣服 就已经很像一件衣服了 是一件真正的马甲了啊 中间再来一个吧 如果你对自己还不放心的话 你两边这儿还可以再继续弄啊 这都没关系 另外一侧,这边也如是啊 我们也要用别扣 给它充分的固定住 哎呀,在身上的别扣 这儿还有一个 我一共固定了五个 看,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啊 有些线头啊,真的是在你的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过程当中已经起到捣乱的作用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收起来啊 要给它收好,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因为收线头影响你的衣服的整体的这个密度啊 这个有点太长了,我给它搅一段吧 看,我们就要轻轻的把它收在绿色的这个纹理里边啊 每次进入的时候在它的,你看,它这个线的根部是在这儿 我们在它根部附近啊 进入一下,然后把这个线呢,给它从这根部这儿勾出来 你就会发现,哎呀,这线头是短了一点,对不对 每勾一次它都会短一点的啊 又从根部进入一针,再给它勾一下 勾完以后呢,这样给它拉一下啊 拉平 看,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线头消失了,对不对 好,其他位置也如是啊 我当时特别想收那个,啊,我特别想收这个线头 因为它总在这个表面这儿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可千万别一收,收这儿来了 尽管是背面,我们也要有它这个完整,对不对 也要让它整齐 所以我们尽量给它收在这个纹理里边啊 收在同颜色的纹理里 我们把线头收好之后呢,下一个课程呢,就会教大家我们怎么样缝合它啊 一定要记住 一边一边给它收这个线头 一边要让它融入到整个的纹理里 不要让它,啊,一看,就有一个收线头的痕迹 然后这硬硬的一个包,那是不行的啊 可能大家还没有学这个接线吧 接线其实就记一个死扣啊 如果你要是从始至终完成的话 应该没有涉及到接线的环节啊 除非后背片 你的那个线完成之后呢 会有一个接线的环节需要处理 但是如果要是其他的位置的话 还没有涉及到两个颜色 两根线接在一起的动作啊 因为这个绿色线是主线 它每次呢都是一团线就能够完成的部分 你的接线问题呢很有可能会在织帽子的地方啊 才会出现啊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啊 大家先把一些比较捣乱的线头先给它收掉 我们下一个环节 会为大家介绍咱们的缝合的方法 这个缝合的方法呢 会非常非常的奇妙 完成之后一件小背心先出炉了